因為我是長女 又是長孫 對 那 當然就是在這一方面 我自己 其實 會有自己的顧慮 我也是會 因為我會想到爸爸媽媽 對我的期望或期待 那所以媽媽第一次 看到有一個異性朋友到我們家去 所以她真的是非常的緊張 了解 當時我是看周一銘先生 雖然人是瘦瘦的 不過我看他好像在廚師上 也相當的圓榮 而且家庭也很合適 所以我大概也沒有什麼 很特別的條件來對沛山講 只要你自己認為說是你將來 要永遠的失守一生的這個伴侶 那你就要謹慎 你覺得好的話 那就OK了 在青少人時期大概脾氣 不是很好 甚至於直到結婚後 也是依然沒有什麼改變 直到整天吃劇以後 我覺得在這樣的生劇上 的時間就會變短了一點 大概現在如果遇到有像這樣一個 兩個會起爭論的時候 待會兒就會這樣投一拍 就走掉了就放下了 再回頭就已經 就又笑笑著了 就擺人好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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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